哥哥 怎么了小姑娘 你们有什么事吗 哥哥 我们都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吃的 借给我们点呀 真是太可怜了 老公 把咱们的吃的赶紧给他们 来我这里有两个面包 你们两个一人一个 哥哥 你能不能把你的吃的 再给我们一些 不行啊 我老婆刚怀孕 她还要吃呢 没事老公 咱们是还挺多嘛 把吃的再给这两个小妹妹分一些 来 来把这些面包全给你们吧 这个面包不是我偷的 是一个好心的哥哥和姐姐给我们的 你快吃吧 妹妹妹 你们也吃 我们都吃过了 你快吃吧 姐姐 你慢点吃 别噎着 我们这还有呢 小姑娘 小姑娘 这是 她是我姐姐 她是我姐姐 前几天 我们姐妹三个人出了一场车祸 我们的姐姐 为了保护我们俩 导致她眼睛失明了 哦 是这样啊 那我看你们两个穿的是校服 应该还是学生吧 那怎么不去上学呢 是这样的哥哥 我们三个都是孤儿 从小都在孤儿院长大 以前是一位好心的爷爷收留了我们 可是前不久 他生病去世了 所以我们就没再读书了 哦 是这样啊 我对你们的遭遇表示同情 你这样我包里啊 有些钱 你们拿着 先把学费交了 剩下的给姐姐看一眼就好不好 不不不 这么多钱 我们以后可怎么还你呀 没事小姑娘 毕竟 我们赚钱比你容易一些 这钱不用你花啊 你就拿着吧 拿着吧 谢谢哥哥 谢谢 妹妹姐姐 我们一起谢谢这位好心人吧 谢谢 不客气小妹妹 这只是我们的举手之劳 来 我这里还有一些吃的 你们都拿着吧 啊 谢谢哥哥 小姑娘 你们方便把你们的姓名告诉我吗 我叫王小兰 我叫王小红 好 我记住了 我们还有点事要处理 然后先走了 好 哥哥再见 喂 王秘书 啊我刚才遇到两个学生 一个叫王小红 一个叫王小拉 看样子是忽视一中的 他的家庭情况非常困难 你帮我核实一下 如果情况属实 他们的学费啊 以后都有我们来出 哦对了 他还有一位失明的姐姐 你帮我联系一位眼科专家 啊 然后他的医药费 也由我们来出 好吧 好 就这样 在看视频的家人们 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一定要帮助 所需要帮助的人 即使我们没有能力 也要怀一颗善心 因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让我们把正能量 传递下去 加油